展开朱瞻鸡,先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非常经典,既可以让文中主角悉数当场,同时又把几个当事人的银刃、野心和螳螂臂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句话,如果读懂了这个故事,就有可能揭开朱瞻鸡身上的谜团。 永乐初年,明成祖朱立为彰显正统,撇清和哲尔建文帝朱允文之间的关系,于是派遣儿孙们前去秀林祭拜父亲朱元璋。 此行,四个大腕将同时亮相,他们分别是长子朱高赤,次子朱高絮,三子朱高隋,以及长孙朱瞻基。 朱高赤文文尔雅,读书万绝,但不喜欢户外运动,加之以前在北平的伙食不错,时间一长,尽辣了个肥胖的毛病,连走路也常常需要人搀扶。 而祭拜祖父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朱高赤坚决不成教,想自己大不留心一回。 朱高续见状,哈哈大笑,冷嘲热访地说,前人错跌,后人致敬。 朱高赤眼神轻蔑,根本不把大哥当回事。 另外,他还有个铁杆,三弟朱高隋,话音未落,一个人飞奔而来。 扶起朱高赤,并接过朱高循的话说,更有后人之经验。 这个人就是朱瞻基,彼时,朱高赤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续以封汉王,朱高隋为赵王。 朱瞻基呢,谢尽大如了一句,好圣孙,让朱立欣喜欢生,于是把他亲定为第三代接班人,即皇太孙。 按理,去孝林祭拜朱高续只有当配角的份,因为他的以前以后是明朝未来的两代帝王。 当然,眼下一切还没有变现,而朱高续更无法洞悉未来,此时他一门心思只想取代朱高赤。 朱高续是名史上的一朵奇葩,野望无穷,一生在争夺皇位的道路上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不过,朱高续之所以如此交哄,似乎也有几番道理。 当年,朱立不惜全家老孝做赌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禁难之意,最后渡江南下打败朱允文,变成了令后世称颂的永乐大帝。 然而,禁难之意的过程相当艰难,朱立曾被铁炫、圣庸、徐辉族等猛人狂揍,好几次只得单人单计落花而逃。 面对朝廷的围点打云,朱立差点选择了放弃,可每每在逼入绝境时,朱高续却如审兵天将,一次次救他于危难,着实为朱立成功翻盘立下了汗马功劳。 面对两个儿子,一个悲天敏人满腹金轮,另一个则骁勇善战,英姿萨爽。 战争年代,朱立便不自觉地朝朱高续袒露过自己的心计,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免之,世子多结,儿子好好干吧,世子身体不太好。 就这样,父子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格局,朱高续谨小慎微,大气也不敢喘,朱高续责罢这句话当宝贝, 即便就翻乐城后仍不放弃,并把夺敌作为此生的终极目标。 朱瞻基呢,更像个游刃有余的助攻手,一次次破局,一次次获得成功。 但成功背后却充满着悬疑,令人百思百得其解,以致让后世吵吵嚷嚷了几百年,该来的自然要来。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立北伐得胜,返金途中病死于牧川。 按理,皇位应该由朱高续自然承袭,但笔者前面已经做了介绍。 所以,朱高续每天在山东立兵莫马,苦等着机会。 朝廷为防止朱高续借机篡位,引发血腥争斗。 所以,英国公丈夫隔尘阳荣遍布了一个局。 一,严密封锁朱立定士的消息,让朱高续镇守北平,部署兵力严阵以待。 二,将军中的机器全部融化,制成一口大棺材,每天照例安排人前去帐内送餐,请安,保持着大军还朝的样子。 三,一切准备就绪,热彩着朱瞻鸡离京去草原上迎接祖父的灵鹫。 这个计划近乎完美,由于没给朱高续提供有效的作案时间,同年九月朱高续顺利继位。 关于朱高续继位有个必要的作意补充。 朱高续是明朝第一位在紫禁城登基的皇帝。 登基典礼非常的低调简朴,它是众人手捧城墙的结果。 其中也包括长子朱瞻鸡。 就这样,两个月后朱高续才得到了朱高赤登基的消息。 眼瞅着生米煮成熟饭,朱高续长嘘短叹,垂胸顿足,誓言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面对朱高续的咄咄逼人,朱高续选择了隐忍和原谅, 为切施FID还大肆封赏,让朱高续的待遇远超永乐潮。 表面看起来,朱高续不再弹跳,一切仿佛已归于平静。 随后,朱高赤改元洪夕,采取战略收缩,释放近南之一的受害者, 还耕地给百姓。 受他们鱼与鱼,渐渐拉开了仁宣盛世的大墓。 朱高赤迎来了仁宗时代,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 第二年四月,南京多次发生地震,于是朱高赤下了一刀圣旨。 明使俊久在,下四月以南京地履镇,命亡拘手。 这一年,南京多次发生地震,朝廷需要派人去拘手, 任务自然落到了太子朱瞻基身上。 熟悉明使的人大理都知道,朱高赤的这个安排有点私心, 他非常念旧,想把都城迁回南京,之所以命朱瞻基去拘手, 其主要是为早日迁都做准备。 与此同时,朱高赤也没闲着,在北京撒下大把银票, 安插了为数不少的眼线。 当然,在山东更是整日磨刀祸祸,整个带淡。 接下来,两件蹊跷的事发生了, 让我们打开明使卷酒的记载,然后再分别展开。 第一件,五月更尘,人宗补玉,喜书召唤。 意思是,1425年5月11日, 再为不到九个月的名人宗朱高赤快不行了, 于是立即拙人写下诏书,照朱瞻基紧急回京。 这是一段平常的记载, 但却引发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 前文介绍,朱高旭在京城埋涉了大量眼线, 所以,包括人宗补玉,通知朱瞻基回京的消息, 应该算不上什么秘密。 有理由相信,朱高旭的线人和朝廷的信使 或同时从北京出发。 得到消息后,朱高旭向打了机械, 终于等来了这次绝佳机会。 为此,他在乐城组织了一支赶死队, 决定在半岛截杀之二朱瞻基, 然后安排主力部队跟进, 随后拿下北京,皇位便唾手可得。 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可谓天衣无缝。 朱高旭设服的关道是朱瞻基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打开地图就可以得出结论, 因为南京到北京超过一千公里, 而乐城到北京却不足七百公里。 那么,朱瞻基能躲过朱高旭的必杀吗? 当朱高旭看到朱瞻基的队伍后, 全身血脉喷张, 成败再次一举。 能否问鼎天下, 绝不辜负手中的刀剑? 朱瞻基来了, 一匹赶死队员拉紧蓝马的缰绳, 其余的全部刀剑出销, 接下来的一幕让朱高旭惊呆了。 朱瞻基的随从和卫队一应俱全, 而轿中却空空如也, 朱瞻基不翼而飞, 朱瞻基上天断地了。 朱高旭错失良机, 让主书的鸭子飞掉了, 这是朱瞻基在明史上留下的第一个谜团, 他怎么能躲过朱高旭的必杀季呢? 后世推测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朱瞻基提前经过了摄服点, 二、朱瞻基绕过了摄服点, 三、朱瞻基压根就没去南京, 朱瞻基的圣旨也只是为了迷惑朱高旭以及宫里的线人。 四、之所以让卫队经过摄服点, 朱瞻基希望揭穿朱高旭夺底的阴谋, 为日后铲除这个乱臣贼子做道义上的准备。 假如以上推测属时, 这个局实在精妙。 在躲过朱高旭的必杀后, 不久,朱瞻基突然在北京即位了, 明史卷九记载, 六月薪酬, 还至良香, 受遗诏, 入宫发丧, 庚旭即皇帝位, 大赦天下, 以明年为宣德元年。 这段记载需翻译清楚, 六月三日, 朱瞻基回到金郊良香, 接受一命, 进宫发丧, 十二日, 集皇帝位, 大赦天下。 这段记载看似平淡无奇, 实际却透着巨大旋径, 在这里我们不妨深入。 从五月十一日起, 宫中的信使从北京出发, 朱瞻基于六月三日返回到良香。 这集市说, 一, 按每天六百里的佳级计算, 如果不出意外, 信使昼夜不停, 从北京到南京, 至少需要三到四天。 二, 朱瞻基第一时间接到圣旨, 即便不准备, 但随行队伍较多, 起码也要五到六天才能赶到良香。 然而, 朱瞻基到良香, 明时却给出了准确时间, 六月三日, 这又让笔者不得不提到一些质疑。 一, 从圣旨发出, 朱瞻基从南京到北京一共用了二十三天。 二, 朱瞻基没有日夜兼程, 只是采用了高于常规的赶路方式。 三, 如果按二十三天的行程计算, 他一定躲不过朱高旭的绝杀。 四, 圣旨里提到朱高痴只是生了病, 并没有死去。 而良香离京城近三十公里, 进攻至多一个时辰, 同时又引出两个问题。 一, 按照正常速度推进, 朱瞻基为什么能躲过朱高旭的绝杀呢? 二, 既然知道父亲已龙玉冰天, 为什么要自良香接受一命而不快速回宫呢? 合理的解释, 朱瞻基要么压根就没去过南京, 要么早就知道父亲会死, 又或者他安排自己的媳妇在宫中提前接过了父亲。 以上推论或许有点害人听闻, 好了, 让我们放平心态, 再看一段明史卷九的记载。 辛亥, 于边降严守备, 假影, 去中官在外采办者还。 翻译一下, 6月13日告诫边将严加守备, 16日, 催促在外采办中官全部回京, 停止所交易之务。 这段文字很不寻常。 一, 朱瞻基6月12日及皇帝外, 6月13日下诏告知边降严加守备, 没有任何问题。 二, 催促在外采办的中官全部回京也说了过去。 三, 停止所交易之务,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什么是交易之务呢? 简单地说, 就是朱瞻基登基仪式的用品。 然而, 四天前, 朱瞻基在紫禁城登基, 所有物品一样, 硬居群, 没有丝毫的慌乱和仓促。 难道是朱高赤知道自己要死, 提前为朱瞻基准备的? 显然不是, 皇帝病入膏肓, 举国哀痛, 有谁敢做这样的安排? 除非一个人, 那就是皇太子朱瞻基。 那么, 下诏召回宫中无非是预盖弥彰罢了。 当然, 以上结论, 笔者只是根据史料的推断和猜测罢了。 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 也许只有打开朱高赤的邻寝, 才有可能揭开这个谜团。 让我们回到朱高旭和朱瞻基的恩怨情仇。 1426年8月, 朱高旭终究耐不住寂寞, 火通山东指挥时, 静荣在乐城发动叛乱。 得到消息后, 朱瞻基先是采取怀柔政策, 对朱高旭大驾安抚, 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随后, 听取了公布上述杨荣的建议, 决定御驾亲征, 讨平叛逆。 事实上, 朱瞻基的评判等同一次愉快的旅行, 因为当大军抵当乐安的第二天, 朱高旭便投降了。 朱高旭投降的过程非常有趣, 甚至让人提笑皆非, 由于这事不是本文重点, 就不再赘述。 不过, 朱高旭之死得提一提。 投降后, 朱瞻基把朱高旭带回北京削去爵位, 将其贬为庶民, 顺带找个院落把他关了起来。 过了几年, 朱瞻基去看望朱高旭, 结果趁朱瞻基不备, 朱高旭给朱瞻基一记扫堂腿。 朱瞻基硬上倒地, 和当年父亲一样来了个狗肯尼。 朱高旭悲催了, 朱瞻基命人去来大冈照住他, 同时在周围升上大火, 朱高旭被熊熊燃烧, 刚奔炸力而死。 作为明朝的第五位皇帝, 朱瞻基能文能武, 体恤百姓, 执政十年大力发展生产, 和父亲合力完成了明朝的第三个盛世, 仁宣致志, 赢得了明史上不可多得的黄金十年。 从这个角度讲, 朱瞻基是个好皇帝, 又或许他身上的那些谜团 并不是真的呢。 那么在 praying朝天, 会 pegar后一会儿和文革, 并不是真正的谜团的, 并不是真正的谜团的,